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正在新加坡三個里拉對位 發表演說 他對記者提問 台海安全問題是表示 他用歐克蘭的例來看 那是發生戰爭後 用外交解決 也要是制裁 好過是都真有的 各國應該在這陣營 就要讓所有協助的國家 外交協助來生發責任 受到俄羅斯布里清潤的 感到當時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才會受到牙齊 透過網路 在相隔里拉對位 來發表演講 除了強調這場戰爭 走行烏克蘭人民的嚮謀 也影響到農產品瓦銷 會對著各個市場 還有各國的政敵 走行影響 以後有各國要 作為來追求這人 有記者來問說臺灣 民對經濟跟軍力強大的 中國武力威嚇 要如何營運 這輪司機回台時 並沒有說到中國還是臺灣 不過他說 今天來烏克蘭可以做全世界案例 外交解決對著以洪衝突 是有幫助 不過還是發生到政經 這外交解決方案 還是制裁效果就真有限 另外我們跟美國 國安顧戰的中央隊委 蒙特瑞飛丹 這禮拜天美國來記憲 我們是有關會美術長 國理鄉托隊來參加 相信會來針對 國際安全 台海 防衛戰略 沒有對定戰力 還有軍事頂頂的 記者來做對話討論 記者 鄧志雄 丹利宏 台北報導